安嚕哈 大家好 我是黑影 又回到咪咪咪打戰爭時間啦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是4月9號喔 那大家看到這部影片的話 應該已經是兩天後了 那剛剛接受到我們副版大的消息 他說現在貓戰已經更新改版到8.4版本了吧 所以就有多一些新的東西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多了什麼新東西 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就是通關獎勵第六蛋啦 應該就是我們傳統關卡的角色 應該又多了一個新角色 只要通過我們打從魂魄的規劃的最後一個關卡 就有機會獲得我們超稀有的角色 土偶喵丸喔 那基本上這角色的話 看不出來長什麼樣子啦 不過應該可以去拿來看好不好 不過要打完我們打同魂魄的規劃的關卡 應該在我們真傳奇關卡的感覺吧 所以應該也是滿難的囉 好 那這邊的話呢 今天要主要讓大家看的東西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絕滾死樂團喔 那滾死樂團的話就是我們不死漩渦的關卡啦 那這邊的話連我們的不死漩渦 都有絕疾的關卡囉 所以我們就來挑戰一下看看吧 基本上呢 副版大說這個關卡超級無敵難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到底能不能打過喔 那我們的那個就是絕疾的漩渦關卡的話 第一個關卡基本上都有處理條件限制啦 先來看一下處理條件限制是什麼吧 好 這邊的話 哇塞 這邊是限制六百元以下的貓貓欸 六百元以下的貓貓又可以進化的角色應該不太多喔 所以我們就先來調配一下我們隊伍囉 哇塞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處理條件限制是 我們六百元以下的貓貓 那這邊的話角色的說明欄 這邊也有做一些小更動 也有一些小改進喔 這邊的話 右邊可以直接就是做一個貓咪的篩選啦 就不像我們以前要這樣拉到最旁邊直接去篩選貓咪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篩選我們的貓咪喔 而且這個關卡基本上是那個 處理條件是限制我們就是六百元以下的貓貓 所以你在這邊按編程的話呢 他這邊會自動幫你把一些就是 沒有辦法就是六百元以上的貓貓自動把它按下去喔 就是沒辦法讓你用上場啦 所以就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新功能喔 8.4版本 OK 那我們就用這套隊伍來打打看喔 基本上就是隨便亂組一套啦 那基本上可以帶上我們的電鋸貓跟我們的拳擊手貓 來看一下能不能有效來打敗我們的不死漩渦啦 不過我覺得基本上沒辦法派出超級貓貓的關卡的話 我基本上應該都要打個非常多次囉 可以沒問題來看一下我們的絕集的晉級的業障 我看一下關卡裡面長什麼樣子喔 目前來說是沒有出現任何的東西喔 OK 這邊是出現一隻小敵人 那我們這邊可以進化的角色大概就只有我們的拳擊手貓 跟我們的那個電鋸貓了 所以應該一開始要先努力疊他們出來喔 哇 這關的話感覺真的有那麼一點點麻煩了喔 因為以往來說的話呢 呃 如果可以帶上紅線那些的話 應該會比較好打許多 但是現在的話沒有辦法囉 先來看一下能不能利用這幾隻角色來把他們打趴喔 就努力先疊更多的那個吧 電鋸貓吧 我們這關的話看來也只能靠電鋸貓囉 呵呵 加油 加油 好 目前來說先讓他們鑽地板喔 但是目前來說的話 感覺我們的不死漩渦真的是有點猛的感覺喔 沒有那麼簡單好打的感覺 但是我們這隻的話帶上非常多盾牌 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擋住他 只要稍微能夠擋住他應該就沒問題了 快點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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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住他喔 快暫停喔 快喔 再不暫停我們就要死翹翹喔 快啊 電鋸貓 你可以的 快暫停喔 哇哇哇哇 感覺沒有辦法欸 這邊暫停不太了喔 快暫停喔 好沒有 我們電鋸貓 無法發揮功用的話我們就要死掉了 哇 慘了慘了 我覺得這邊的話可能還要再思考一下 到底該如何打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這邊喔 終於暫停住了 快點快點 趁趁追擊 完了 之後暫停一下下是沒有辦法的 看來有可能要架上我們的暫停聯組 然後再配上我們的那個就是御速師 可能會比較好打的許多了 我覺得應該有可能 哇 直接被捲爆 這關的話這樣打可能沒辦法 可能還是要帶上一下聯組我們來看一下囉 好 那我們這隻的話帶上我們的暫停聯組 再加上我們御速師跟我們的拳擊手毛 跟我們的那個電鋸貓來打一個暫停流 看一下能不能來打爆我們這個不死漩渦 因為剛剛的話真的發現 不死漩渦如果不用暫停打法來打的話 應該會滿難打的 所以我們就來用暫停打法來打看喔 那這邊的話也帶上我們天使炮 因為整個關卡基本上都是我們不死敵人的關卡 所以看一下能不能用我們天使炮來暫停一下他們囉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這套隊伍 能不能打贏我們的不死漩渦囉 好 那我們一開始就先派出我們大狂暗牆 前面擋住我們的不死小敵人 先讓他們鑽地板過來喔 那這關的話比較麻煩 就是我們能夠進化的角色非常非常的少啦 所以我們就要看一下 能不能有效的 有運氣的 把我們的不死漩渦先直接進化掉 應該就會比較好打許多囉 那待會的話派出我們的電鋸貓 跟我們的拳擊手貓打一波傷害 然後看看有機會的話就派出我們的御速師 來打一個湧動彈停留喔 希望可以成功囉 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怕的不死漩渦是登場啦 待會的話我們就先派出我們電鋸貓 跟我們的拳擊手貓來去打一波傷害囉 好 等他過來之後呢 先伸一點錢包 然後直接敲出來 沒問題 那這關的話呢 感覺錢包也是非常重要的東西啦 所以經濟的話絕對會非常出眾 然後還要看一下能不能有效的 來暫停住我們的那個就是不死敵人 或是直接把他們給進化掉喔 只能這樣子搞了 加油 好 這邊的話看一下第一波喔 這邊電鋸貓沒有成功暫停住 很可惜 那後面的話有一隻 我們的不死小敵人是鑽地板喔 所以這邊的話先等他鑽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該怎麼辦喔 選手貓感覺這邊是打得還不錯啦 那這邊的話可以開始出一些東西啦 然後連我們御速師也出出來 好 這邊的話就是打一波看一下能不能有效的 暫停住我們的Boss漩渦呢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御速師打到了一下 再打到第二下 拜託 好 這邊第二下也打到了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那個電鋸貓 能不能有效的再繼續往前進喔 喔 這邊有機會 第三下的御速師成功了 這邊這場算是還滿好運的喔 我們看一下能不能繼續讓我們的那個 御速師跟我們的那個電鋸貓 繼續打一波傷害喔 那拳擊手帽這邊雖然是一直幫他們擊退啦 但是我覺得這關的話 再上我們那個拳擊手帽擊退 再加上電鋸貓的暫停的話 算是一個比較安全一個打法 因為 懸吾的話就是不要讓他這麼快 到我們塔那邊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但是這邊的話我們御速師是死亡了 那目前來說感覺應該還滿OK的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再努力的撐住喔 那主要御速師的話就是要打一個timing啦 那如果能夠每一局都這麼好運的話 應該就可以順利的把我們不死懸吾給打掉喔 那就要努力的疊更多了我們的電鋸貓跟我們拳擊手帽 感覺電鋸貓的擊退方法真的是還滿厲害的 一直瘋狂擊退喔 是一個不錯好的一個消息 那這邊的話待會後面又疊了一隻我們的豬豬了 我們全面自己全部瓦解了我的天哪 所以這關的話專地版的生物真的是有夠討厭的喔 加油加油加油 還是有機會的 GOGOGO 御速師下一發出場 先開個貓砲暫停 哇直接被打飛了哇 完了這波的御速師虧大了 但是這邊的話我們電鋸貓還在持續做事情喔 所以還是要給他們一點信心 加油 快點 運氣大爆棚 給我繼續暫停 運氣爆棚 暫停 不然就給我擊退 暫停 那這關的話一直打到塔後面之後呢 就是他的擊退就是一直會卡到塔前 所以還算是一個不錯的卡點法喔 希望可以趕快繼續卡住 然後給我進化掉好不好 哇後面除了我們的不死豬豬又來了 我們不死猩猩欸 哇塞我的天啊 哇這波尷尬了 尷尬了 尷尬了 越來越強的東西出現了喔 因為我們現在經濟有點不足啊 只能等他們進化了 只能等他們進化了 好電鋸貓又順利的來 暫停到我們的角色了 還不錯 繼續進化 繼續進化 我們要進化才有錢啊 如果沒有進化我們就慘兮兮了喔 好 進化進化進化 有錢有錢有錢 貓泡泡泡泡泡泡 暫停暫停暫停 繼續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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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被打飛 哇尷尬 電鋸貓暫停暫停 錢不足 什麼都不足 而且他們又鑽地板了 別再鑽地板啦 我求求你們 哇 快啦快啦 反正最後一下一定要給我們那個 就是電鋸貓跟我們那個 全心什麼貓打到喔 如果沒有把他順利進化掉的話 如果讓他又重新復活 我們等於又要重打這隻漩渦 就會很尷尬喔 就等於 根本就是在重打這隻關卡喔 好 這邊順利的暫停到了 拜託快把他進化掉 快喔 一定要進化他喔 不要被腿貓給打死喔 如果被腿貓給打死我們就慘兮兮了 又要重打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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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又有生物 又有生物在後面鑽地板喔 所以要小心一點點喔 別想鑽啊你們 出來出來 全都給我出來 這邊帶貼紙砲的話就是有這個威力的喔 就是不要讓他們鑽地板 這樣我們就避免後面的陣型會瓦解掉 加油 玉書士 你可以的 再鑽停 哇 好像又蹦了一隻那個 鑽地板的敵人到後面去了 哇 有點 有點悲慘喔 哇 又毀掉了陣型 快進化這隻不死漩渦 快發瘋啦 哇 後面又出了不死袋鼠 所以後面的敵人感覺就會越來越強欸 會不會到時候出了那個不死熊熊 或是不死的那個山豬啊 如果真的出的話真的會很尷尬喔 好 袋鼠是過來了 快點加油啊 進化不死的漩渦啊 哇呀 這關真的好難啊 難怪當初那個布板大一直跟我抱怨 還是其實他是打下一關卡比較難欸 我覺得這關卡就已經夠難了欸 我真的有這樣絕的感覺喔 怪喔怪喔 進化不死漩渦 有有有有進化掉嗎 有嗎有嗎 是嗎 是他嗎 欸 不要跟我說那個是他喔 欸 欸 搞不好好運好運 太好了 好像沒了 好像沒了 好好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沒了沒了沒了 哇 不死熊熊解決 解決之後我們就繼續努力疊就好了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一次殺一次殺 沒有在接下來再讓他繼續復活就好了 因為再讓他復活的話 他的那個就是會回到就是 完整血量的地方在跟我們打 會很慘喔 而且我們這邊的話能夠進化的角色非常少 只有電鋸貓跟我們那個群手貓 終於 終於 喔 終於 打得好累喔 我的天啊 可是後面的話還有我們的不死海豹 跟不死袋鼠 所以不能掉以輕輕 還是要繼續出我們的那個角色喔 只是沒有那個不死漩渦會比較好打許多一點點了 太好啦 終於啦 超快虛脫囉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後面又有一坨的那個不死袋鼠 跟那個不死的輸出了 這邊感覺也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一定要撐到他們趕快把塔給毀掉 不然我們就慘了 加油 撐住啊 已經沒有不死漩渦了 再重打的話 就完蛋了喔 疊起來疊起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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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這個不死袋鼠群也是非常誇張難打 尤其是我們現在就只有兩隻能夠進化的角色 真的是比較尷尬一點點喔 加油加油 那這些的話應該都是已經先鑽地板過了 所以沒有這麼可怕喔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先把我們的陣線往前帶了 好 我們下一波部隊 GOGOGO 他們全都要再鑽地板過來了喔 這只能這樣一波一波磨過去了我覺得喔 那我覺得這關的話真的會比較失運氣一點點 因為如果你沒有暫停到的話真的就很慘 而且你又沒有直接進化掉我們那個不死漩渦的話 也會很慘喔 所以這關卡的話真的會比較難一點點 我真的這麼覺得喔 那下一個關卡的話就可以出我們超級貓貓的話呢 可能就會比較多能夠進化的角色了啦 所以應該就不會那麼的誇張喔 應該吧 應該喔 我們先打完這關再說什麼都不要搶 好 這邊感覺已經快要可以了 只剩下11萬的血量了 慢慢磨下去了 啊 終於可以打贏這關了 這關的話真的滿麻煩的 喔 終於解決了 喔 太好了 啊 有夠難 有夠難 這個真的有夠難 終於把我們這個晉級的夜障窩級難關卡打完了啦 那這個關卡是有處理條件限制 那600元以下某某能夠進化的真的是非常少喔 所以真的是滿尷尬的啦 那超級難的這個漩渦的話 等我們下次的時候再找直接來打給大家看啦 今天只能打我們這個晉級的夜障窩級難關卡囉 因為沒有體力啦 那最近的話因為8.4改版 所以多了還滿多新東西 這邊可以直接篩選 算是一個還不錯的功能囉 那也多了我們這個夜障窩的新關卡 那這邊的話先跟大家介紹 我們第一個關卡就已經滿難了 那第二個關卡的話 那我們下次再找直接先來打給大家看囉 那如果你們已經打完的話 也可以分享你們自己一期讚 版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哲平 或是分享需要幫助小阿嬌們囉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喜歡 錄成哲平頻道的開按鈕唷 那每天中午12點跟晚上的5點半 跟晚上的9點 都會有影片囉 大家都可以來看一下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